紫秋 你自己说 没什么的 我就是到了国外之后 不愿意叫他爸 赵华光让我改跟他姓赵 那怎么可能啊 我又不愿意去他家 觉得别扭 他这不高兴呗 就拿经济制裁我 没事 但我有手又脚可以自己挣钱 这都不是什么大事 这事你怎么不跟你爸说 为什么要跟爸说呀 这本来就是我 跟赵华光的事情 他知道了还只会担心 再说你还好意思说我了 你不要这样 这个赵华光他怎么想的呀 你在外面打工他不心疼啊 很多同学也出去打工挣钱啊 成年人赚钱养活自己 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不过这事你别跟爸说 不然他知道了又该睡不着觉 你现在都用信用卡 取钱发工资了 之后怎么办 我现在房租已经交了三个月了 等这月发完工资 就没有什么大的开销了 目前店里有水应该够 每天的食材要水平开销 你还是关店吧 你说什么 关店 我为什么要关店 不是 现在处于淡季 我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经营策略 等到旺季再看 我要是现在关店 我之前努力不都白费了吗 你今天见了爸的那个开咖啡店的朋友 他怎么说 那人不是爸的朋友 是贺美阿姨的朋友 他以前华正敏归他的同事 他为什么帮你啊 我也觉得奇怪 我这是爸求他呗 要不然他才不会管我这种情事 所以我才不能关店 不然人家看了效果 那你带你能撑得过去吗 那差不多吧 小哥 这个月我就有版权费了 你缺多少我给你 你别胡闹啊 你自己的钱你自己留着 什么叫我自己的钱 你不是说这个店 是给我开的吗 还算好吗 不行 如果我没有找到 对的经营路子 谁都不能填这个无底刀 及时之随 但这是小哥的心血啊 我也不甘心 那些倾家荡产赌博的人 都是那种想法 那哪能一样呢 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从小就这样 每次我们想要做点什么 你就提前给我们泼冷水 你们 你别找我花茶 我不是那意思 我能想到的办法 紫秋应该也想到了 可以调整一下看看 不是我故意泼凉水 创业都是失败的多 成功的少 要平常心 既然是自己赚的辛苦钱 就更没有全都裴经营的道理 我知道 等关机再看吧 实在不行的话 关店呗 如果你缺钱的话 我会先支援你 虽然不多 但是帮你撑几个鱼 还是没问题的 不用 你自己签你也自己留着 行 知道了 那你们商量吧 泼凉水的我 先走了 那这是女吗 怎么生气了 去哄哄的 你去哄哄的 你去哄哄 你去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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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你去哄哄 走 inf j 你去哄哄 什么二十七秒 男朋友生气 你二十几秒才进来 男朋友 对对对 男朋友 行行行 男朋友 咱们俩的事情 你先别跟子秋叔 省发心烦 对对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今天本来我是想要告诉她的 但是突然拆穿了这个事情 就没说成 怕她再兴奋 对 我出去买点水果